公车行进台中市区崇德路 在站牌停靠上下课 起步时慢慢往前撸 都还没左切 左后方一辆白车 突然超车急切右转 这一转公车反应不及 车头拦腰撞上轿车 双方驾驶下车查看 报警处理 想说说他是直行 都没有打方向灯 然后他是在我的车头前 他才直接右转 我已经到崇德一路口的一半了 快一半了 来到车货现场可以看到 公车站牌距离转弯处 只有三公尺远 而轿车就直接从中间车道 这样转过来 就这么短的距离 公车驾驶反应不及 直接撞上 日前台中市发生 公车肇事死亡车祸 公车上路被放大检视 动辄得救 公车驾驶在车上放了三包乖乖 祈求行车平安 没想到车子起步 都已经开到路口 还遇上转弯车急切 事后还听闻辖须分局 发给媒体的新闻资料 说是公车起步未注意酿货 让他觉得很受伤 其实他们就是 直接带风向而已 就是我们造车都还没出来 然后就是说 我们的大车起步 没看左手边就是错误的 鬼缺 不管是任何车 不管今天是汽车或机车 其实都很危险 轿车 确实转进来的速度 有点快 要公车反应 其实我们会开车的都知道 小车有时候都会有死角 更不要说大公车 民众一口同声谴责鬼切 而台中市交大 与辖区分局也有不同看法 公车是起步的状态 自小客车是有要右转的行为 所以双方都有一些疏忽 分局的新闻稿 是不是有疏失的地方 交通事故噪音不能未审先判 案件还有车建会的救济 任何司法案件或是交通事故 在没有经过调查厘清前 都不能未审先判 执法者更需要保持客观中立 才不会惹出争议 印发民怨 民事新闻 黄勇人林贤民梁志祥 台中报道